但是現在你看到它怎麼猜猜 我現在覺得它是想在當年 在中國的開貨園賺到錢的老闆 那些報法會有些錢的人 可能現在就是叫你去幫忙 把政府的市民替了它 這個我覺得你說是怎麼還呢? 或者是怎麼去避免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呢? 我覺得這個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但是你的意思是通過什麼渠道 才是通過賣 你剛才說黃黃大禮包 還是黃黃大禮包 黃黃大禮包就不是每個有錢人 因為大多數有錢人都不會看這些東西的 因為多數有錢人一來就做一些比較保守的投資 二人一來就是不熟悉它不做的 理論上它有錢 你也說某一件事特別厲害才有錢的 某個行業它 我不知道這種情況 它會不會是一個很普遍的情況 因為我們的同學都告訴我 老闆才可以拿這麼多錢出來 就肯定不是因為老闆自己有這麼多現金融 而是背後是一個財團 當然這些財團就有些類似十幾二十個有錢人 大家一人扔錢出來去做這件事 大概是這樣的形式 我不知道這一種形式的財團 在中國是否普遍的 但是這個不是有門檻嗎? 你有門檻 相當於就是一個 你什麼東西呢? 非法雜誌 是啊 你不可以自己拿這個牽頭大哥走出來 一拍桌就可以 怎料那些騙子好像在那裡 我們另外一位同學就是 所以它類似這樣的形式 大家就把錢拿出來去做一件事 我相信它們內部是透明的 可能有些小圈子 可能阿賢達都會把錢都振出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一百個有錢人、一千個有錢人 沒有多少人是真的扔很大的錢 可能有些人會扔少少少錢 他不在乎就當來用錢 但是如果你要把整個財產出來扔掉 沒有可能 那意思是你扔不了多少錢 所以我剛才講了另外一個推勢 中國在處理這些禍往大禮包 就是說現在其實有越來越多的機構 或者私人機構 或者叫入結隊 或者叫特種部隊 是去投身去搞禍往大禮包 買禍往大禮包的這個行業當中去 所以其實 買還是買 你說的是買? 買啊 去beat 我想問一下它買回來之後 它又去哪裏找下家去買出手呢? 它買回來之後 就不是把旺往大禮包轉手的了 它買了旺往大禮包回來 是插開旺往大禮包 我知道啊 就是你吃這個旺旺小饅頭 你吃這個旺旺雪餅 誰吃鮮杯呢? 它哪裏找這些人出來吃的 旺旺鮮杯和旺旺雪餅 這些比較像旺旺小饅頭 這些好賣的 它就會拿出去賣掉 問題就是它哪裏的渠道呢? 我們同學哪裏找這些渠道來的? 不是 這是正規渠道來的 譬如說 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陶金路 陶金華庭 買了這間屋 這間屋在這個旺往大禮包裡面 我拿了出來 這個陶金華庭它可能會有很多債務問題 或者很多一些產權問題 交局問題 在這個時候 將旺往大禮包拿回家的這個人 他就要去找一個小團隊 去搞定這些手尾 他前天已經做了調查 我確定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他就會把旺旺先輩拿出來 這個旺旺先輩就是陶金華庭 他就會把陶金華庭的背後的問題搞定他 但是他不會騙死人的 他不會 他不會 那些旺旺先輩真是一把漂亮的旺旺先輩 不是旺旺先輩 他真的是旺旺先輩 他真的是旺旺先輩 然後解決了之後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你運下來 他就說這個陶金華庭你拿回來 他可能相當於他的原價 可能就是10萬20萬或者50萬 那他買出去的話可能就是800萬 這個時候就是旺旺雪餅 旺旺雪餅可能賺到這麼多 可能賺少一些 還有旺旺小饅頭 都可能賺得不錯 這些加起來的一些總體的利潤 就是會是你的利潤了 那剩下的有一部分 可能是比如說蘭記士多 蘭記士多他現在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但是蘭記士多現在都是處於你的 那你自己肯定沒有可能自己走過去 去經營蘭記士多 那蘭記士多又不值錢 那裡面就是一些物動營養快線 你賣光它都不值幾個錢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走去蘭記士多那裡 跟蘭記士多說 阿蘭姐不是請這麼多孤爺仔 炒光它 蘭記士多就是你以後你一個人做 每月給你兩千塊錢 你就做好你自己的蘭記士多 你就不要要這麼多孤爺仔 是不是 把我們的黑狗位的同學 就走走它 不要再給它收藥吸血了 那就發現你這裡 你隔壁的小學 多如賣賣牛雜 然後中午 你這裡有幾個地方可以放桌子 放桌子 放些豬腸粉 牛腩豬腸粉 我通過這些業務改造 幫助你蘭姐 阿蘭記士多 變成一個現金牛 可以幫你持續賺錢 但是我們的同學 他老闆就應該對這些不感興趣 但是這個其實都是很多些 買了資產包公司回來的 買了資產包回來的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公司 買了回來的 那些類似投資銀行的公司 A.N.C. 他們好像叫做 他們買回來之後 他就去拿它 變成它的管理資產的部分 接著它 要麼做現金牛 要麼就說 你聽藍姐士多 現在是賺錢的一個資產 我現在轉收賣給你 那原先藍姐士多 它可能只是值10元的 不是1萬元的 因為現在藍姐士多 每個月都可以賺到3千元 或者4千元 那這個時候 藍姐士多 就按照30倍PE 或者20倍PE 就不是給別人 被7-11收購了它 將藍姐士多 變成7-11的分點 那這個都是它會去解決 那些債務的部分 但是最後呢 就是最垃圾的部分 就是地方政府 那你找它拿錢 地方政府 你是不是想找我拿錢 我是沒有錢的 那我把白光大樓租給你 你有辦法搞定它就搞定它 你沒辦法就自己拿去住 我就自己租你一層樓 剩下你自己拿去搞它 反正錢就沒有了 命就一條 那可能你在廣州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廣州政府都不至於沒有錢 那你如果你是一個龍西 或者某一個偏遠地區 它就變成垃圾資產 你就沒辦法趨漲 就是你收到多少是多少 但是這個都還是 現在是一個市場比較健康的時候 那你再遲些的話 可能你的黃黃大禮包 拆開之後就發現 但是只有一包黃黃雪餅 可能加多一包黃黃小饅頭 可能黃黃先輩呢 你就發現黃黃先輩呢 被人拆開了包裝 不知道你這個咬是真的 但是它還是黃黃先輩 在這裡解決它的時候 你就會麻煩一點 或者你會分別 一邊有十包黃黃先輩 十包黃黃先輩都被拆開過的 每包黃黃先輩 原始一邊有兩片 只剩下片半 那你沒辦法 你就會把十包黃先輩 各自一片拿出來 拿去做甜點 另外一本就作為經國料 扔掉了一個圍咬 要不就扔難它 就會變成黃黃先輩雪糕 摸卡 你就要這樣去做它 就會越來越難 你會處理 你會盤活這些優質資產的難度 可能會增加 那同時 你是誰會越來越少 可能慢慢慢慢 它就會去到一個極限點 但是現在其實還是有潛門 證明現在還沒有一個最壞的時候 如果當然有我們的同學跟我們說 哎 糟糕 資產包沒得做 那你就知道了 中國糟糕 這個不是中國糟糕 不是這樣 應該是同學在那裡賣得風生水氣的時候 但是其實裡面全部都是炸彈 這樣就反而沒事 不是 這樣就反而沒事 是他老闆糟糕 中國得救 這些人是捨身救國 你知不知道 老闆也不會糟糕 老闆是賣了炸彈給下家 所以我得知我們的同學做這一行的時候 我就希望你和你的老闆可以捨身救國 將過去 這行應該複雜的 因為投資銀行做的事情 是它研究很久的 研究你的禮包 而且它那裡更複雜些 投資銀行研究收購一間公司 還有找它那間公司的下家 或者是拆開那間公司 分別賣給不同的人 它跟我說 它們那裡做的那些 它是專注一個領域的 就是這個大禮包那邊 就一定要有不動產 有屋的 有抱的 它值得看這些東西 我知道 它有屋有抱 但是也有其他東西 那你其他東西怎麼辦 你賣給專注這個領域 其他 就轉手賣 轉手賣 然後有些它是不還錢的 那些混蛋 他就找好笑 我表哥那些 就去收購 他就幫你把錢拿回來 該訴訟就是訴訟 該人家的朋友就是男朋友 該人家留下定屎 就定屎 好像現在都是文明吹債 不可以定屎男朋友 是啊 他就打電話 他就打電話騷擾你 就打電話騷擾你 但問題是中國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你沒有什麼被人破產 就是那個數字永遠跟著你的 是啊 個人債 一直跟著你的 企業債就可以不跟 每個人都以後開過的那些什麼 個體工商 個體工商戶就算是企業 拿著工商戶 個體工商戶 撿閉了 然後開給別人 全部你把那些個體工商戶 都變成有限責任公司 是吧